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半左右 然后在2017年再增持CB 增持到11.5% CB价钱是三个多 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大家都是两个多 入股价 然后2018年我觉得这个行动是比较有意义的 2018年7月去年大股东 郑重兴 然后和腾讯一起选择不收息收股票 以股代息18年7月末期息 这件事我觉得有趣 好过看CB行势那些 没什么用的 你如果用基金的角度 你看行势价 你不会跟着它 人家坐10年 你坐10年 对了 是的 你不要来省 对了 是的 还有人家的注码是多少丁碎那么多 十几亿而已 对于腾讯来说 微不足道 但是你说要股票 看好得很重要 看好得很重要 钱不是钱的问题 已经是 要说 坏点说 你就说为一口气 但是其实 我自己这样看不离不弃 他们正在行势行势 他最清楚什么事 没错 你不是说腾讯 只要腾讯 以股代息 连大股东也以股代息 新股的范困价是过半 也是高于现在的位置 大约两成 我觉得这个有参考 还有 reasonable 他们过半都肯要 早前只剩一元 一元又跌了三成 第一个就是腾讯对它不离不弃 然后催化剂我觉得是大湾区 大湾区有什么呢 他一向都在那边做得挺好的 因为他的核心 大本营是在深圳的 叫平湖这个地区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平湖在哪 讲多一点 现在出了大湾区的规划 就重新将这个 首先要说前海 前海是定位了做整个大湾区的核心 而平湖在哪 平湖就在大湾区的 比大湾区更加中间 整个深圳的中间 有没有说距离深圳多久 深圳距离深圳多久 他刚刚在深圳中间 自己驾车 或者距离前海 陈间学如果是开了Google Map 比大湾区在哪 刚刚就真的在深圳的中间 就是华南城的总部 而这个地区也是 做了金融和产业的一个新的中心 所以他可以帮到前海做分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是前海做金融 另一方面人也可以搬到那边住 总之一发展金融的话 你衍生一定会有人要有居住的需求 所以那些地价就会升 这是华南城增长的爆发点 我自己觉得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说很害怕 那只股票那么残 我告诉你 现在那只股票 PP只有0.27倍 它有息 还有派息 有4厘 4厘至5厘 预测是5厘 比你做定期的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 如果你想打防守牌 其实这一只都可以 其实你看长一点 很少 躲起来之后 拿一些银行的倉购买它 就算买5万元 遲些可能都涨一倍 是了 是了 这是其中一个吸引点 然后第四个就是 去年已经有说了 新闻报道 就是管理层其实有意 是将物业管理的分布 是分拆出来的 但是他说当时市房不好 要等市房好一点 看看今年会不会这样做 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帮他释放潜力的一个动作 OK 那四个重点 但他现在盘生意组成如何 现在盘生意就是 你可以看过去去年半年 那条数是如何 核心的盈利是增长了26% 是了 就赚4亿左右 是了 如果你计算你上下半年 当它是一样的 那你全年就赚8至9亿左右 那现在就大约应该是10倍PE 如果你用核心的盈利去计算的话 就不是说现在 如果你看回 华南城现在看起来 好像这些PE是两倍 两倍是因为混合那些 就是资产重股那些 其实全是非钱 我看核心 就是看他究竟的 钱增长究竟有多少 是了 这个核心增长 还有两成 所以我觉得整个核心都 不错